歡迎打開Lobby頻道 今天的指定閱讀是 相隔十年之後要推出續集的 失樂園 Zombieland 由猛毒的導演 Rubin Francher 指導 社群網站的 Jesse Eisenberg 姊妹越來越愛你的 Emma Stone 還有 Woody Harrison 以及小太陽的願望的 Abigail Besselin 一同主演 除了這四位演員目前都大有來頭 並且都是我很喜歡的演員之外 一定還要介紹這部電影當中的 兩位客串演員 一位就是在電影當中 飾演自己的Bear Murray 她有演過《今天暫時停止》 《魔鬼剋星》 還有《愛情不用翻譯》 這些經典電影 也是我的心中 排名前幾名的男演員 另外一位則是在開場飾演主角 鄰居460的Ember Hurt 也就是水行俠的女主角梅拉 這真的是一部我個人特別喜愛的電影 當年第一集並沒有在台灣上映 我應該是在租書店裡面看到 然後把租回家看完之後 就發現沒想到是一部這麼有趣的電影 這是一部殭屍電影 但它不是那種傳統 像陰屍路的那種類型的 它應該算是一部有殭屍末日元素的公路電影 然後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一個惡搞喜劇 我喜歡這部電影的很多地方 包括它的故事啊 它的小細節啊 它的表演風格啊 裡面的演員我剛剛講過了都很有魅力 並且還有很多充滿荒謬的表現手法 它不是那種會讓你笑到不知倒地 金凱瑞類型的那種喜劇片 而是會讓你覺得哭笑不得 帶點恐怖又有點好笑 像是一開場殭屍攻擊人類的畫面 就讓我覺得有一種你認真的嗎? 如果說血腥冰淇淋三部曲的第一部 活人生死是一部假震驚的殭屍電影 那這一部吃樂園就是一部很不震驚的殭屍電影 以下有雷接下來我會把這部電影的劇情 大致完整的講一遍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知道這部10年前的電影的劇情 不想要被爆雷的話 你可以先按下那個暫停鍵 美國或是全球突然之間陷入了 因為狂牛症而引起的殭屍病毒攻擊 大部分的人都抵擋不了 成為了殭屍的一份子 我們的主角 一位宅宅男大生哥倫布 憑著他的生存法則成為了極少數的倖存者 然後遇到了另一位倖存者 身材壯壽武力強大可以carry他的牛仔夥伴 兩人一起同行時又遇到了一對騙徒姐妹 命運將這四人綁在了一起 他們來到了好萊塢 前往大明星比爾默瑞的豪宅裡 卻發現比爾默瑞本人還住在這裡 但又不小心把他給槍殺了 這四人在這個大房子裡面 彼此相處之下 越來越熟 漸漸對對方打開新房 我們的主角和另外一位姐姐也彼此產生了好感 這讓他們的心中想起了警報 這違反了他們自己的生存法則 前妹倆離開了來到了妹妹一心想要去的遊樂園 卻遇到了一大群的殭屍 當然最後另外兩個男生來到了這裡 成功的解救了他們 四人又重新團聚在一起 電影結束 這部電影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的劇情發展都蠻不合理的 很多的劇情安排都會讓我有莫名的感覺 但是這個莫名 往往會帶來很多的喜感 很無厘頭的感覺 編劇好像刻意在跟你作對 玩弄著觀眾的思維 但又維持在一個不差的平衡感當中 不會讓你太討厭這一部電影 每一段的故事當中都有一些 可以值得注意的小細節在 但是如果你不習慣這種美式幽默的話 那這部電影可能會對你來講 是蠻普通的一部殭屍片 或者說如果你相當的強調劇情的邏輯安排 結局一定要合理的觀眾 那我想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好好的享受這部電影 老實說獅樂圓這部電影就是要我們觀眾 不要太正經 不要太嚴肅 好好的享受人生 也跟所有的殭屍電影一樣 都是在藉由殭屍的出現來討論人性的議題 往往在質疑著我們現代人的生活 跟一個殭屍有什麼差別 這些變成殭屍的人類 是不是在他們原本的生活裡面 就已經是失去人性的殭屍呢? 而在獅樂圓這部電影裡 主要在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打開自己讓別人走進你的生活 讓某人成為你心中特別的那個人 而不是只是活在自己的安全網當中 還有活在多惡劣的環境裡面 你都要找到屬於自己的小樂趣 不然你也只是一個活著的殭屍而已 食樂圓幽默會寫的內容 講述了這些小小的道理 的確衝擊了我那個宅宅的腦袋 然後讓我省濕了一些事情 雖然沒有在台灣上映 但是2300萬的成本 當年在全球賣破了1億的美金 也成為大家口中經典難以忘懷的一部殭屍電影 而且這四位主角 後來都有相當精彩、厲害的發展 因此今年推出的這部續集 的確是讓我蠻期待的 一樣的演員、一樣的導演、一樣的編劇陣容 希望可以跟第一集一樣的精彩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或者是看過這一部《Zombie Land》《施樂園》 如果你也喜歡這部電影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指定閱讀《施樂園》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想要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